今天这个天气应该是不会下雨的 所以说我们巡游应该是正常准备的 所以特别是下完雨之后 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颜色 在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的演员后台 每天这里的下午三点 都是一片格外火热忙碌的景象 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 又要登上巡游花车 出发去为游客们打造梦幻旅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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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游队伍里的森林女王 是来自肯尼亚的伊万 在中国工作了六年的她 现在是舞蹈队的领队 她带领着八位肯尼亚老乡 负责最具非洲生命力的舞蹈表演 伊万对新闻时事很关注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9月4日就要在北京举行 她表示她一直很期待 她有很多话要说 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与中国和我的国家 任何关于中国和凯尼亚 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 一万说 即使在她到广州工作之前 对于中国她也并不陌生 而在来到广州之后 一开始担心的要去适应的 诸多问题也在落地后 就在广州这座城市找到了答案 中国和凯尼亚 我认为是像兄弟和姨 在广州工作室 对于工作室 他们给予我们最好的机会 对于工作室 在我的心里 我认为任何中国说英语 所以我认为 这是一个挑战 但是当我来到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在广州 我认为很多中国是友谊的 他们可以说英语 他们没有选择 如果你是黑 如果你是白 它是欢迎 非常欢迎 一万的同事 来自哥伦比亚的叶希德 和来自俄罗斯的列纳 都是摩伦队的成员 他们的表演惊险刺激 在一个狭小的球形空间里 好几台摩托车交替穿梭 电光火时间 就让观众大呼过瘾 这样的高难度表演 离不开台下的苦练 幸好有苦就有乐 叶希德和列纳 也在广州从同事变成家人 还有一个儿子 列纳的化妆台上 就是儿子送的礼物 现在我认为 这是世界上最多技术 在我的生活中 我认为自己的练艺 很重要的那些人 我的父亲 从这个地区 上来和我三年 好喜欢长龙 好喜欢中国 中国 哇 很哇塞 你学习的东西 你来到中国是很不同 很安全 很开放 人们很友善 语言很漂亮 它有富有厚的文化 富有厚的历史 中国是很棒 我认为 这家企业 是很好的 我认为 这家企业 也认为 这家企业 这家企业 也认为 工作 工作 所以 你感觉很感兴趣 工作 很多 伊万告诉记者 来了广州工作之后 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的国家同样也是 他在中国看到的大型建筑设施 现在在肯尼亚他也能看到了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召开 他希望能让更多的非洲朋友 获得更多机会 享受到好的工作 好的生活 有楼 有楼 楼 这是 最大厚的城市 是 在我们国家 尼亚 建筑设施 和设断 都是中国 我爱成的 我爱成的 城楼 耶